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之前分享过 写作文我未来想当 那个作文我之前自己有保留 我忘记写的是什么了 说是想当科学家 但长大了之后 其实也不太想当一名科学家 想从商 因为家里面都是商人 然后可能想开个火锅店 开个穿热箱店 或者做点其他的 开个网吧也想过 因为我父母就一直做生意 虽然我父母做生意好像不是很厉害 但就是从商人家里面 不是很厉害的什么意思 就是老背坑 我父母比较善良 是哪一种 是像火锅店一样的那一种 他们做很多 卖过鞋 然后卖完鞋之后 卖烟酒 我卖完烟酒 又去小卖部也做过 然后还做皮鞋加工 挺累的 然后还做完整的 那你那个时候 懂什么叫被坑吗 懂怎么不懂 坑死了 那些合作伙伴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跟我爸还成兄道弟 结果 结果把钱投进去了之后 又 拿不出来了 然后把我爸职位的车 坑爹 坑爹 带来的变化就是 我妈可能比较辛苦吧 带来的变化就是 因为我爸 就是 在初中的时候 得了一场 比较大的病 然后就是去 别外地 一个人去看病了 然后我妈呢 就又要照顾我 然后 就得做生意 就开了个小卖部 对 然后 嗯 就那段时间 还算是比较辛苦 性格上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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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妈 就是经常教我 就是 要会 要会砍架 要会查验观色 我妈啊 就是初中的时候 就是非常喜欢让我做家务 就是洗碗啊 什么的 扫地拖地啊 就是我自己 就是可能养成这个习惯 就是家里面 就是会打扫的比较干净 就现在看到哈 家里面很不舒服 我都先把 得先把 弄干净才行 就先把一件事情完成 就比如说工作 我今天 比如说我今天想 先采访 可能有的时候 同事们问我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 我真的不想休息 我想赶紧把 先把工作做完 做完之后 然后剩下的时间 不都是结局下来 都是自己的 我是觉得成都这边的 不管是同学 还是高中同学 大家都比较讲义气 对 成都有句话叫义气 讲义气 对这个 这个是给我留下 比较深的一个印记 就是到 对于我来说 就是 不管同学也好 还是现在的同事 大家都要 不管义气吧 就是义气很重要 逃课 打游戏 那时候的游戏是那种 游戏厅吗 还是什么 网吧 因为那时候很火 魔兽世界 我玩魔兽世界 玩非常好 没关系 这都是我的过去 我可以提 就是 叛逆期 叛逆期 但是我还是 想要告诉 在看的粉丝朋友们 如果是有高中和初中生 学业真的是很重要 对于 你们今后的影响 真的会很长远 对 一定要 就是哪怕自己 可能太累了 不想学习 但是 一定要抓 抓抓好 高中初中高冬 高中奋斗好了 就可以考入 一所理想的大学 当时来北京 有很多公司找我 聊了之后 觉得不是很靠谱 给的承诺 因为我也签过一家公司 然后他承诺我 因为我刚来北京 没什么钱 然后承诺我 会给我每个月生活费 然后又给我作品 但作品 没给 不说 生活费都没给我 然后我就觉得 不行 这个一个月 一个多月 两个月了都没给生活费 我就不行 不能这样下去 我就跟他们提解约了 然后后面就决定自己 要么就是找个靠谱的人 先合作起来 就带着我一起去 跑面试啊 或者是试戏啊 什么的 跑组 我现在已经有一些 合作的公司 就已经 也不算是个体户 就是大家都 各做各的事 对 然后但是主要决策的话 目前我自己 包括我们工作室啊 都可以自己来决定 什么样的体验 我没什么体验 我就希望不管做到极限 可能大家觉得 我现在不是18线 我希望改这个名字 我很早之前就起这个名字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但是在山河林播的 过了两天 我是偷偷改回17.5了 我改了17.5线艺人团队 我觉得 你是不是成长了一点 但是过两天 我觉得不行 我们还是得不忘初心 然后又改回去了 就这样吧 一直这个名字 会一直用下去 可能刚开始演戏 确实是比现在要苦一些 但是都是在我能接受的范围 可能确实是比较辛苦 有的时候 可能得和5T老师 同穿一双 打试过的鞋 这些都 或者是穿他们 穿过的衣服 这些都 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工作 这就是大家的工作 这些都不值一提 虽然可能有时真的挺辛苦 有时候 睡不了几个小时吧 这都是 我觉得这是必然的阶段 就你 家里面 或者是怎么着 有没有从事这个艺术行业的 你得靠自己一步步积累 对 慢慢打拼 磨出来嘛 这都是 我觉得 正常 说实话确实是有 我觉得轻视这个东西在各行各业肯定都会有 对 但是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 轻视你的敌人或者对手 他们才会看到你的闪光点 以后就不会轻视你了 可能 可能有点低过我的期待值 但是 那是当下我做的最好的选择 也是 我自己尽力去诠释了 对 我觉得没有遗憾 但当然也要感谢 选我的制片公司和导演们 感谢你们 对 但是那些作品对我来说 是有成长的 它是在 它就相当于作品 就相当于 对于我来说 每个作品就相当于一个台阶 然后 一步一步作品积累起来 你就会让行业内的更多人都看到你 对积累作品是非常重要的 而不是说 你每次都去想一部作品 它就能爆火 这样的心态会影响到你 会把你自己 价值观扭曲 当然不会 起什么飞啊 我现在都没觉得自己起飞 我真的这样觉得 我可以 我们工作室后面 就是18线艺人团队后面打了阔湖 都别飘 三个感叹号 就是我 我时刻告诉我的经纪人 时刻告诉我的团队 大家不管对任何人任何事 大家都要像当初一样 对 我不希望大家变得很膨胀 说实话 因为 演员作品才是历生之本 你这个作品可能稍微 比较好 大家都能看到你 但是你得有作品虚尚才行啊 对吧 业内有那么多标杆的老师前辈 比如像成了大哥 别人在演艺圈混了多少年 嗯 这才是榜样 我当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当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只是想努力的尽力的去诠释好他 诠释好温克星 对 因为他对于我来说可能 挑战起来比较有难度 相比于以前的作品 因为他这个人的人设有非常多的多面性 之前的人设可能都比较从一而终 因为他之前的人物角色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大学生 比较普通的医生 对 他有自己的点 但是他的点都是在一条线上的 温克星他就是分裂的 我觉得 大家都说温克星变脸大师 所以就可能用心 用心就是去体会他吧 基于每一行字每一句台词的理解 我也会去请教我们的编剧 他也会给我提一些建议 比如说这一场戏 温克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 你应该大概 大致的走向应该是 怎么理解 他会带入原著 因为原著我也没有看完 对他会告诉我 也要感谢Nada 荣雀死之后 死之后是 是温克星内心的一个爆发 是让他 顿时感觉到自己之前的理解 全都是错误的 这个江湖 不是全部都是伪善的 他也有他的好的一面 他这个江湖也有善忍 让温克星感受到 自己之前的价值观是扭曲的 对 对 刚开始可能感觉不太对吧 可能我要么就 试演温克星的节奏太快啊 或者是表情不够偏偏公子 因为我们刚开机 是一个打该帮那场戏 对 可能还不够温文尔雅 因为我之前也没有饰演过 类似的角色 对就调了调 那段是我们结尾的时候 对 但是剧还没有播到那里 我不能那么剧透 对 反正我们那段戏是 诊断山河令的高光时刻 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 拒绝剧透 张老师他可能比较慢热 然后我也稍微慢热 但我对比他们来说 我要来得快一些 我就尽量说一些 有的没的 回忆一下现场气氛 对 你都把张老师叫什么了 张老师啊 我就叫张老师 这么客气 真的是叫张老师 他本来就是我的前辈嘛 嗯 没有但是我上网查过他 我觉得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微博名会叫疯子 你查完之后 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做什么事都会很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 这个也是我应该值得学习的 因为他之前打篮球 打到自己受伤 然后又打高尔夫 受伤了之后才打高尔夫 就非常坚持他做一件事情 嗯 因为我之前拍戏 可能刚开始进组不是很放松 然后他的话呢 就会有很多这个现场的点 即兴发挥 然后给到我 哎我一听你跟剧本不一样 哎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启发 我会想自己新的点去反击他 嗯 所以你其实是比较 就是内向不放松的 打开你心灵的方式是什么 打开我的方式 你必须得真诚 我觉得你这个人太假 我完全不想给你做朋友 嗯 做朋友我会首先看他是否真诚 这个人假不假 爱不爱吹牛 嗯 然后可能也是感觉吧 对我会觉得我我也能感觉到 你觉得有人好不好 然后再交朋友 嗯 没有什么基于什么 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的 不能说是一种形象吧 这个就是我 我不想搞什么人设 这就是我 嗯 容易被人搞成人设什么 我我没有做做这种人设 嗯 你可以问我是什么高中同学 初中同学 我一直就是这样 嗯 因为这就是你的工作啊 我觉得 不管做艺人也好 做演员也好 你的目的不是把丧带给大家 而是把快乐和开心带给大家 你给别人快乐开心 别人生活工作中都已经那么苦了 谁要看你那么丧 嗯 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不好 嗯 带给大家积极 有啊 你比如说我 我现在的梦想就是接到更好的戏 接到有质感的戏 接到有质量的戏 接到好的剧本 嗯 希望自己未来某一天 能够拿到一些奖项得到肯定 我觉得就是眼下不要给自己定太大的目标 定一个小目标 自己能够完成就是最好的 就一步一步的 对 你如果去奢求自己一夜包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对 对 做好眼下的事情 眼下你做好了 它就会给你带来收获 这就叫做知足承诺 人无完人没有办法完美 不可能 这个人没办法完美的 大家都 会经历一些事情 会有自己的时期 对 没办法完美 我觉得也不可能完美 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很喜欢你 他自己很快过期 过期就过期呗 他们怎么跳 怎么怎么爬墙都无所谓 演员作品最重要 你作品站稳了 大家依然会记得你 就跟成龙大哥一样 刘德华老师一样 这些前辈一样 作品立身之本 是